民国97年4月10号 当天中午12点半左右 未在龟山自强南路上的资源回收场 突然传出爆炸声响 附近居民仓皇逃出物外后 立即通报110和119 消防队也连忙出动消防车和救护车前往救援 幸好在10分钟内就控制火事 没有尿成严重人员伤亡 当年消防队表示 火灾现场堆积许多易燃物品 再加上临近民灾 让他们不敢大意 尽管零星爆炸声响不断 还一度因为物品闷烧 而造成现场农业密布 迎来许多民众为官 不过消防队仍以民宅安全为救灾前提 并配合现场怪手持续灌水降温 严防闷烧造成二次伤害 最后在10分钟之内控制火事 幸好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据友综合报导